查看提交的日志我们用的是Gitlog 默认会显示出全部的一个详细的提交日志 包括提交的一个ID、作者、日期 还有一个提交的描述 使用F键可以向下去翻页 使用B键可以向上去翻页 然后按下Q可以退出现在的一个显示 在这个Gitlog后面再加上一个OneLine这个选项 可以显示一个简单的一个日志的一个列表 那么这里呢只会显示一个简单的一个提交的ID 然后呢是提交的一个描述 我们也可以去控制这个输出的一个提交的行数 比如说我们只想显示最近的五条 可以使用GitlogOneLine 后面加上一个-5 加上Authers这个选项 可以指定一下具体的一个作者 这样呢可以显示出这个决定的作者的一个提交 比如说我们想查看一下网号的所有的提交 在Authers的后面加上一个等号 然后呢是网号 使用Grab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提交的日志 比如说我们想去找出所有的包含 index.html这个字符的一个提交 我们可以使用Gitlog 用OneLine的形式去显示 然后再加上一个Grab 一个等号 再加上一个关键词 index.html 这样显示的所有的提交呢都包含index.html 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去指定一下提交的一个日期 before可以去指定从哪一个日期开始 之前的所有的提交 比如我们想找出2014年7月5号之前的一个提交 我们可以输入Gitlog 用OneLine的形式去显示 再加上一个before 后面指定一下日期 这样呢会显示出2014年7月5号 还有它之前的所有的提交 我们也可以使用描述类型的一个日期的形式 比如说one day,two days,one week等等 比如我们找出一个礼拜之前的提交 可以这样输入Gitlog后面加上一个one line before,one week 这里呢没有显示 我们可以再试一下three days 这样呢会显示出三天前的一个提交 加上点图形效果 我们可以使用graph gitlog one line 再加上graph gitlog呢有很多选项 那么你可以使用githelplog 去查看一下详细的一个使用的手册 使用 我们可以把你打开 诏图形容